再來看看這個 這麼大 這麼瘋 你大家看一看 跟蛋豬一樣 很難得看到 是 夠大 來 但是像這樣子 這樣做蛋麵 我就說了 因為保食一般都會做柯麵 對 做蛋麵必然有其要求 對 比如說 為了要讓重量更重 是 或者說因為它裡面 有一些有些部分 它沒有辦法做柯麵 不但越切越小 而且亮度不夠 對 所以說它乾脆就做蛋麵 所以在蛋麵的話 它的這個形狀來講 這不是很正統 對 所以這個必須要跟大家提一下 這個竹母綠 很漂亮 但是這個應該不是哥倫比亞的 不是 對不對 對 這應該是非洲的嗎 應該是非洲的 對 是 我們看得出來它這個 它這個也是有三項內含物 三項姐是幾年前 但是它這個是 但這個不是哥倫比亞的 應該是非洲的 其實這個有一點歷史了 對 這是我一個前輩 他也是做礦的 礦商 然後他是在 他是跟我講這樣 他已經不在了 他在歐洲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收的古董 那他是送給他太太的 那後來這個勞礦商 他已經不在了 那他的兒子 其實沒有再繼續做這個行業了 那我們認識很久了 他其實不做這個行業 但是他想要變現 是 借錢 就讓給你們 對 讓給我們 那我們就跟他收了 那因為他所喜歡這一支 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因為他泛光 對 所以就是 就有一點像自然泛光這樣 對 這個很漂亮 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常常講 那個朱姆綠 就是一個美麗的花園 對 這裡面有魚 有草 有花 什麼都有 這裡面什麼都有 它跟玻璃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裡面什麼都有 然後你從每個角度看 都不一樣 對 真的是很迷人 所以朱姆綠 在巴比倫的時候 就是一種祖寶石 對 那祖母綠 這巴比倫就是祖寶石 所以在當時 這個祖母綠 這種石頭來講 是象徵帝王 跟這個神祕的力量 像有一些 那個電影演出來 就是說綠寶石什麼 就是這一種祖母綠 是 相當棒 這個有多少克拉 應該是十 我的印象好像 十六克拉左右 十六 我都看祂十五到十六 差不多 但是祂的孩子拿出來 因為祂孩子也沒有準備 要做這樣的生意 對 那祂有低價的出售嗎 祂當時是跟我們借一百萬 台幣一百萬 對 借台幣一百萬 這個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買賣東西 對 其實我喜歡 再給我一點 多一點 我也願意要 我不喜歡 你送給我 我都覺得累贈 那像這種祖母綠 我覺得 它是一個收藏的好東西 因為 不會再有這種 漂亮的祖母綠 天然祖母綠 不淨油 然後也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 這種想法的 是越來越少 現在你看非洲祖母綠 它的顏色就不會這麼好 對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好 所以說這一顆祖母綠 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好 它大概值多少錢 好嗎 來 請見價 三百五十萬元 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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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人的價格 接下來這個也很驚人 你看看 這個頭更大 感覺顏色也比剛剛的那個 還要再粉一些 這是戒指嗎 是 好像兩用對不對 對 它是兩用 還可以當墜子嗎 可以當墜子 也可以當戒指 對 這個戒指戴上去 會不會太誇張 對 非常的華麗 而且我知道 這個還是送給孩子的禮物 對 這是送給孩子的禮物 來 跟我們講 妳小孩多大了 小孩現在五歲 要等多久啊 等到他十八歲的時候 就十八顆 這個字嗎 對 就你走紅糖就可以用 你知道嗎 它非常的 非常的顯眼 來當初什麼樣的想法 會想要送給 送給小孩嗎 是送給第二個孩子嗎 對 送給第二個孩子 因為我們的 第一個小孩不在了 那第二個小孩的時候 剛知道有的時候 就非常開心 所以就 感覺是 老天給我們的禮物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以一個蝴蝶結的風格 下去做這個設計 然後因為 它比較浮華一點 比較浮華一點 那平常可以把它拿起來 它可以分開戴的 對 然後那時候就想 不知道是男生 女生 那最後的想法是 我們如果是女孩子 我們就 結果真的嗎 你現在已經五歲了嗎 對 每一年就八 所以它是可以這樣 拿起來換的 很實用 所以當初中間的這一塊 這個主食它也是圓框 當初這個中間 這個主食是圓框 是 也是一樣 就差不多九顆啦 十顆啦左右 十顆啦左右 對 十顆啦 這是一個 這是也是一個 橘色的這個 碧玺 對 其實橘色的碧玺 有九顆啦多 而且我給它仔細看以後 我覺得這個碧玺的 這個進度算是 算是很好的 那顏色很討喜 橘色的很討喜 然後整個代表一種祝福 這個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小朋友戴起來 太棒了 尤其在我們中東 我們的伊斯蘭的世界 就大家對於寶石 都是要比較大顆的 對 小小的不能戴 然後戴很大很大的 然後戴最好戴滿手都是 這個就是一種 對於那種 個人財富的一種看法 因為我們中東 就是遊牧比較多 所以說家產 都不可能存在銀行裡面 都放在 牛馬羊落頭身上 它多餘的才會變在手上 對 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財富累積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祝福 對小孩子來講 那我們就來評估一下 這個物件當初多少錢 典工袋料就完了 應該也是用石頭自己去箱吧 對 基本上這個應該是 醬油比雞貴 那對 所以整個借台這樣子加 整個台子加上石頭起來 也是差不多將近快二十萬 對 這個台子 非常華麗 這個幣喜應該也有二十幾萬吧 應該有啦 幣喜自己切的就應該還好 那幣喜是這樣 幣喜就是說在過去 幣喜一直從半寶石 這樣慢慢爬上來 對 變成竹寶石 然後竹寶石以後 就開始爬到 變成所謂的主要的寶石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 這個在路徒路徑上的不同 因為比如說竹母綠 它一生下來就是寶石 可是幣喜它當初還是使用工業用的 對 所謂的它就是一種 所謂的這個導電的東西 沒想到 所以慢慢就不做導電 而且現在IC也不用到 所謂的導電的問題 所以變成幣喜都變成 從工業用改換成珠寶用 然後再來就是幣喜的顏色 有各式各樣 有藍的 有紅的 有綠的 所以它又是一個 很繽紛的寶石系列 所以這個我就很喜歡 我覺得這個 在中國人來講 這個帶紅就帶喜 對啊 相當好 是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必喜 這麼大一個必喜 來 請見駕 五十萬元 恭喜 非常好 王妃 我剛發現喔 你雖然說帶來的 都這麼大這麼寫目 可是你自己手上帶的 反而其實 就是不會到這麼誇張 對不對 來 我讓看一下 你看 因為她手很白 所以她帶 這個物件是你自己 自己留下來給自己珍藏的 是不是 這個其實 也有一個故事 就是當初我們在 竹母綠的礦區採礦的時候 然後我已經懷孕 差不多七個多月了 懷老大 對 老大 第一個 那那時候就是因為 我們有挖到礦 然後再挑選 就像這樣要挑選圓礦的時候 那我們選到某一顆的時候 小朋友就踢我肚子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感覺非常神奇 第一次感覺到這個小孩 是小孩選的 不是你選的 他也會被豬武律吸引 你看一看 那當時 我就跟我先生講 我說你兒子踢我 然後他就說這是他兒子 他兒子從在肚子裡的時候 就開始懸石頭 對嗎 所以當初就特別把他懸起來了 那懸起來了之後 但是後來這個孩子 就沒有跟我們 就招產了 就沒有跟我們回到台灣來 就已經走了嘛 那所以那時候 我還滿難過的 我先生就說 那不如把這顆的石頭 他懸的就切起來 就給我看 我想祝福 把他當作一種紀念 對 那所以我們就 戴在手上就只有這一顆 對 所以就一直 把他戴在手上 一直戴著 像小孩子 就在我們的心裡面一樣 是 所以剛剛那個五歲的 他是女兒還是兒子 女兒 是女兒 對 他就是老兒 是老大了 對不對 對 然後你一共現在有幾個孩子 現在三個 三個孩子 對 夠了嗎 再生幾個 對 這是台灣跟 跟中東不同的地方嗎 他們是屬於要 一般在中東七 八個 十個是正常 但是跟我先生 我們一開始就有規劃 要生五個 這樣子 這個 我非常的佩服 而且非常的仰慕 其實 生兒育女 在我們人類來講 他 除了是生存的必要條件以外 他也是求生的必要條件 因為只有族群 才可以保障安全 對 對不對 生一個 太少了啦 光人海戰術就贏了 我跟妳講 好 喜愛大巡寶家的 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瞄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